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韩国人口将由目前的5200万小幅增长到2028年的5223万 此后不断减少 2067年减至3900万 最后一条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早上 据中国政权报报道 私募机构预计A股延续偏强格局 多家一线私募机构普遍认为 在政策面环境持续向好 经济基本面 后期仍将大体持稳等背景之下 短期A股有望延续偏强运行的格局 新时投资也表示 资本市场改革的节奏也有望加快 相关政策面对权益资产构成利好 好 以上就是隔夜要闻的全部内容 今天我带来的互动话题是 你觉得澳元会有何种走势呢 在节目的尾声我也将抽取三位观众的精彩评论 来进行实时互动点评 一旦被抽中将会获得送出的现金红包 希望各位积极 踊跃地参与到互动环节当中 好了 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今天的复盘环节 一起带大家回顾一下昨天的行情走势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周三将就是否举行提前大选进行投票 同时指出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他都不会要求欧盟同意推迟突入期限